我其實不是牙策,我是交貨 我是可以做到你要求的事 四歲的時候真的 尤其是跟現在的小孩那麼聰明 我們那時候真的很聰明 所以拍戲只不過是家裡帶他就開工 可以說是第一部做男主角那部 《童星》那時候做的那部《街童》 兆氏公司的,樂風導演 我和我妹妹做男女主角 是說一些小孩街邊柴仔的戲 那時候覺得之前做《童星》 只不過一部電影去一兩天,兩三天 沒有說是亂貫性的 那這部《街童》那部戲 簡直是男主角有很多戲 每天都不同 導演也是一個大導演,樂風導演 那時候開始,咦? 演戲原來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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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電影原來是這樣的? 那時候開始,我記得 那時候十二歲左右 拍完一部戲,我很想拍另一部 《街童》那部戲被導演拿過 還在街上被他刮了一下 即是不太厲害那些 我記得那個動作導演 是說要我緊張、害怕 小孩子那時候的鏡頭 就說要我笑 很冤枉的 那一次 我其實不是笑的 真的 我記得那個鏡頭 我在警車那裡 即是我們街童 警察抓了我上車 我找不見不到 很緊張,我妹妹 在找妹妹 那樣 那導演說我笑 很冤枉 總之說了一兩次之後 我都是這樣 我是緊張 那總之導演過來 你哭啊 你要我都要嘩 即是那些 試過一次 那拍張哲導演的戲 從來都沒有 張哲導演從來都不罵人 那我拍其他導演的戲 尊重我又什麼都好 我沒有被人吐 那我其實 不是牙策 我是交到貨 我是可以做到 你要求的 你覺得不夠 你要求我可以交給你 我相信我做到 所以 不會被人吐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 你會做到 我可以做到 你會做到